大家好 我是一游记的俊谷 我现在是在广东省善伟市陆河县 这边是河口镇的昂塘村 那这栋楼是昂塘阳楼 我们进来这里面看一下 那这一栋昂塘阳楼它有个本名是叫做石庸楼 那这一栋石庸楼是在1905年的时候盖的 它历时13年到1918年才完工 它是我们善伟市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那这一栋石庸楼它是明显带有西方的特色 那同时也是带有我们客家的文化在里面 所以被当地的村民称之为昂塘阳楼 那在进入这一栋石庸楼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旁的伸手楼 你看这一栋建筑像不像是一个人的手臂 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伸手楼 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有什么作用呢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 那这个就是枪眼 是用来打机关枪用的 它这个口比较小 但是里面明显要比较大 然后就是用来 里面可以像机关枪一样 用来扫射 它可以扭动它的方向 像这样子 那这边也有一个枪眼 看一看 一样的枪眼 那在这个伸手楼的末端呢 就是有一个旋转的伏梯 可以上到二楼 那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一栋楼还曾经做过教室 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教室 看一下这边 还有黑板 这上面还写着一些字 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些老桌子 那现在可以看一下上方 这上方呢 都是有这个水泥凉的 还有钢筋在里面 所以呢这栋楼呢 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依然呢是坚挺在这里 看一下这前后这两座房子的对比 那这一座呢就是普通的宅院 现在呢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然后这边呢是实用楼 却依然呢 坚挺在这里 那一座这么大的豪华的房子呢 它的主人是谁呢 是当地的一位夜姓商人叫叶康俊 那他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善于经商 在我们现在的陆丰市大安镇呢 开设了一家药行 并且呢兼刑医 那之后呢还把生意呢 做到了我们现在的和田镇 街西的和婆镇 以及惠州 香港 那最后呢还在马六甲开设了橡胶厂 以及皮鞋工厂 那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当时陆丰地区的巨富 所以呢在1905年的时候呢 就在自己的家乡新建了这栋石庸楼 那现在呢我们进入这一栋石庸楼里面来参观一下 在进入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柱子 可以看到这上方呢是有一些呢 非常精美的瓷片 虽然呢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但是呢在没有破坏的地方呢 它的颜色依然是非常艳丽的 那这一些建筑材料呢是当时呢 从欧洲进过来的 包括这些水泥还有钢筋 这上方呢写着青木堂三个字 那一进入这栋主体建筑呢 可以看到这前方呢是前厅 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天井 两层楼的天井呢 在我们客家地区啊 还是比较少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呢 整栋建筑啊也是非常讲究对称性的 而且呢又有这个天井的设置呢 是非常带有我们客家的色彩的 现在我们过来看一下这边通往二楼的楼梯 这个楼梯呢设计非常的精妙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瓷片哦 每一层的瓷片 花纹都是不一样的 非常非常的讲究 而且这个楼梯呢 是暗藏玄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啊 这里面呢有个暗道 这下方哦 是有一个洞的 但现在呢已经被封住了 这里面太暗了哦 这个暗道呢它是 做什么用途的呢 它是叫做防袭洞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敌人 从这个楼梯上去二楼的话 那从里面的防袭洞里面 就会藏着一些人嘛 然后就可以出来 从这里后面 去袭击它的敌人 所以说它的每一项设计呢 都是非常讲究的 都是有目的的 不可能是巧合 那现在呢 我们上来这二楼参观一下 这房间里面呢 已经成为了杂物房了哦 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呢 它里面的主体建筑啊 框架呢 各方面都保持得非常良好 现在呢 我们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看一下哦 大家不要害怕 这是农村里面 老房子里面的棺材哦 那农村里的老房子里面呢 放着一些棺材呢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那为什么会 有棺材放在这里呢 那是因为呢 在过去啊 一些已经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哦 通常呢 都会体弱多病了 并且呢 已经可以说呢 随时都要面临死亡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老人家呢 一般呢 都会自己去 订一副 自己的棺材 放在自己家里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那在过去呢 人们都比较迷信嘛 就是说呢 你订一副棺材呢 放在家里呢 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冲洗 这个洗呢 是喜悦的洗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要将自己的病痛 通过这种方式呢 去去除 那当然呢 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说法了 那还有第二层意思呢 就是 已经年过七十的老人呢 也意识到 死亡呢 是自己即将要面临的事情了 那就说明了 自己可以 非常坦然的 去面对死亡了 那这个呢 就是棺材呢 放在农村里 老房子里面的一种含义 现在呢 已经出到了二层的阳台上方了 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石庸楼 还有一幅对联 写着 石慧同心创 雍锡济泰河 代表什么意思呢 简单理解就是 平安幸福的意思 现在呢 我们整体来看一下这栋楼的结构 来看一下这边 那这边是有一条楼梯 是可以通往楼顶的 那它为什么这么窄呢 等一下我们上楼顶再告诉大家 那这边也有一个小的天井 是和另外一边是对称的 那这一栋楼呢 在过去也成为生产大队的粮仓 所以都会存在着一些标语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房间里面呢 还有一些农村里面 用来耕种啊 还有收割的这些楼框啊 都是用来挑那些稻谷的 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房间呢就比较大 它里面呢 是房间里面还有房间 那这边还有一个门哦 可以进来这边 可以看到呢 这栋楼呢 基本上 可以说呢 是还没有怎么损坏哦 依然保持得非常好 它只是外表呢 稍微旧了一点 那它毕竟呢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可以看到这边呢 也是有一个天井 是跟另外一边呢 一模一样的 那现在呢 我们通过这个楼梯呢 上屋顶哦 刚刚我有提到过 这个楼梯啊 为什么这么窄 难道是不够地方吗 所以才建这么窄吗 那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那把楼梯呢 修得这么窄呢 是有原因的 原因呢就是 当有敌人过来袭击的时候啊 他就可以怎样子做呢 因为这个楼梯呢 比较窄 那敌人呢 他就只能 一个一个的 往上面走 对吧 他就不能一窝蜂的 冲上来 那这样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一个杀一个 就可以起到一个呢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 效果了 那这一栋食用楼呢 它的面积有多大呢 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呢是主楼 主楼是有两层楼高的 然后这边呢 是副楼 副楼呢 它的作用呢是 用来做 厨房啊 餐厅啊 还有给那些佣人住的啊 那这边呢自然就是主人住的 那它总共的面积呢 是1800多平方米 可以说呢是十分大的 这是一户人家哦 并不是一个族群哦 那其中这边主楼呢 它的面阔呢 就有55米 近身呢 30米左右 那下面这个坪呢 就有700平方米了 那这栋房子的主人叶康俊先生呢 虽然呢 在这边呢盖了一栋这么大 这么豪华的房子呢 可是他本人呢 并没有在这里呢 住上多长的时间 可能也就是住了十来年的时间 那这栋房子呢 是在1918年的时候才完工 那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呢 就是因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呢 是勾结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啊 就被共产党呢定为反动势力 以及是封建势力 最后呢是被红军给剿灭了 那这栋房子呢在当时啊 也像是一座堡垒一样 就外面的红军呢 想攻进来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既高 而且呢又坚实 外面呢打枪过来呢 基本上对这栋房子呢 是起不到什么损坏的作用 那最后呢是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呢 红军呢 最终攻陷了这里 并占领了这里 那当时双方的死伤呢都十分的严重 好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 广东扇尾陆河县的昂唐食用楼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